你的臉 阳阳 大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这 大姐 我 对了 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啊 我在BNC 是一家很有名的服装集团 是啊 对了 大姐 这个是我同事嘉文 这是我大姐 大姐好 你好 你好 BNC很有名啊 太好了 然然 你终于做着服装设计师了 还没有 我现在只是个助理而已 那也很好啊 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 大姐真替你高兴 你都不知道 你离开家以后 大家要多担心你 那什么 我还有事呢 要不然我先走了 那咱BNC带你见啊 走了 大姐啊 拜拜 再见 大姐 然然 我还以为 你跟许诺 已经开始重新生活了 所以最近 都没去看你 哪知道 你怎么又遭遇 这么多坎坷 是大姐不好 大姐没有照顾好你 大姐 这跟你没关系的 怎么能怪你呢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不会后悔的 然然 你都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怎么还会 有磨难也不一定是坏事啊 而且都说有事必有得嘛 要没有这么多事情的话 我怎么能重拾我设计师的梦想呢 你说对吧 你能这么想就好 你真是坏坏了好多 然然 你真是坏强了好多 看到你这样 大姐就放心了 当然要坏强了 要是不坏强的话 以后路该怎么走啊 你跟许诺分开这么长时间 后来见过面吗 他没能遵守自己的诺言 不会是发生什么事了吧 其实 他不来也有他的理由嘛 而且这事都过去了 大姐 你不用担心了 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我现在特别开心每天 真的 真的 没事就好 那既然没事 就赶紧跟大姐回家吧 奶奶每天看着你的照片 想你想得厉害 妈妈虽然嘴上不说 其实心里特别惦记 心语更是自责得很 大姐 家人的话 还是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好不好 怎么了 我在想 我暂时还是先别回去了 为什么呀 你不是都好了吗 我 我这一次次的离家出走 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妈妈跟奶奶呀 你这丫头 说的是什么傻话呀 那是你自己的家人 他们怎么会怪你呢 但是我不可能不自责的呀 而且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我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回来家也一样可以工作的 奶奶他们会替你高兴的 但是 我想做出点成绩给他们看嘛 好吧 你说你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我发现 其实拥有自己的梦想 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种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幸福 真的特别开心 而且真的特别有满足感 然然 你真是长大了 大姐要向你学习呢 也要在工作中 寻找自己的幸福 大姐 我听说 你最近在工作啊 真的假的 就在你刚才路过的那个死吧会所 做推拿师 对了 现在应该叫身体理疗时 流行这么说 其实我上班时间不长 不过很适应 也很开心 大姐真的太好了 你开心呀我就开心 我特别替你高兴 真的 那当然了 妹妹都这样了 作为大姐的我 就更不能落后了 大姐 你看 这个得给你 祝你成功 谢谢 我们一起加油 尤其是你啊 可不要被我这个大姐 后来居上哦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回来了 丁家伟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们都等你好久了 你等我能有什么好事啊 家伟 许诺 不对 家琳你笑得这么诡异 到底有什么事 赶紧交代 那个 好了 都挤在门口干什么呀 里面讲吧 好了 走吧 来 进去吃 进去吃 怎么了 什么事 我这一晚上没回家 你们就发生了这种 惊天动地的变化呀 节奏真是太快了啊 谁让你的手机 一直都关机 本想叫你早点回来 一家人吃饭庆祝一下 我这不是忘带手机 充电器了吗 再说了 许诺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们什么时候想吃团圆饭 都可以啊 对吧 许诺 哎 看你以后要敢欺负不欺负我 我现在可是有依靠的人了 行 我是不敢欺负你了 但你也别欺负人家许诺啊 许诺 她要是敢欺负你 直接跟我说 我知道 喂 你们现在这么快就拉帮结果了 妈 我觉得今天晚上你这个决定吧 绝对是本年度 最英明的战略决策之一 有气魄有胸怀 大家长风范一览无遗啊 如果我不同意 没有气魄 就不是大家长的事 不是 我当然不是这意思了 您是谁啊 丁江的老侯爷 成功的女企业家 是吧 那你做的任何决定啊 都是成功的明智的 对吧 爸 就是这段贫嘴 好吧 说正题啊 那个 你们俩都决定在一块了 这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一早不一迟 你妹妹总不能挺着大肚子穿婚纱吧 行 当天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 慢慢没有啊 我们家好玩吧 我觉得你啊 慢慢就可以融入进来 这样多好啊 那个伯父伯母啊 主要这个事情呢 来得比较急 我又没有出院 所以呢 我还没有想清楚 但是 但是我想了 等我一出院以后 我赶紧去找一份工作 好挣钱 要不然 家琳这样跟着我都委屈她 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个的 但是我在乎啊 现在不光是你 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我怎么也得为孩子负责 许诺 你这大病初遇的 到外面找工作也不方便 我们公司正好也在招人 要不然你到我们公司来做吧 跟家琳也正好有个照应 等你好了以后 再出去找呗 好啊 我觉得哥哥这个题非常地好 好啊 反正公司都是要招人的 雇佣自己人 放心了很多 你看人家当事人还没说话呢 你们真着急的 许诺 说句话 隔行如隔山 你们是服装公司 我又不是学这个的 我不太懂 我怕我过来以后 反而拖你们的后腿 我还是不去了吧 怎么会 你上次给我们做的那些海报宣传 不是挺好的吗 再说了 我们公司有企划宣传 你可以去那儿上班啊 嗯 是不是 妈妈 对啊 这个董事长大人都没说话呢 我们想也是白想嘛 全家都同意了 我还能说什么 这样吧 先去公司的起宣布 试试看吧 谢谢妈 来来来 恭喜恭喜恭喜 同事了啊 谢谢伯母 谢谢伯母 伯父伯母 那我也就先回去了 你们暂点休息 好 晚安 拜拜 我送完他就回来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来个人的 我来个人的 谢谢大家 我来个人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动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ersy 去那个西山转一转 肯定对我们的创作有帮助的 你觉得呢 突然听你这么一说 跟设计有关 好像还飞去不可能 对啊 这个不去的话 会是多大一个损失啊 你说呢 是吧 好啦 那去呗 好 那你赶紧早点休息 休息好了 明天才有更多的力量去战斗 对吧 好的 晚安 你好 我的姑奶奶 你可终于来了 恭喜你啊 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 你知不知道我也多担心 你在自己手里啊 你担心 你是我爸还是我妈呀 不过还没那么快呢 我现在还得照婚 杀照 还有挑婚纱 还有准备婚业呢 现在才觉得怎么结个婚这么麻烦 小姐那也容易啊 先领个证 再去旅行结婚 这婚礼啊 是给别人看的 婚姻才是自己的 自己的东西 就得自己做出 我倒是想啊 可是大家都认为我怀孕了 我哪还能旅行结婚啊 我都把这一出给忘了 准妈妈 你敢笑话我 明明是你出的主意好不 现在这出戏要怎么演下去 你这个总导演可不能半毒而废啊 那你怎么了 平时看你鬼灵精怪的啊 关键时候没主意了 净想依赖别人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这肚皮它不是皮球 说苦就能鼓起来啊 你傻呀你 你不是和她友谊夜了吗 再弄个第二夜第三夜 总会怀上伴啊 怎么 怎么弄啊 你都和她快结婚了 这人都是你的了 还装什么纯情少女啊 她年轻力壮 你青春热情有什么行不行的 净是些嗖子 你别告诉我你不想啊 调播种就赶紧的 日子可差得越来越多了 设计的元素 第一个 色调 那我们在这里呢 把色调分为 浅色系 中色系和深色系 第二个 反式 我们大致把它分为 中式和西式 那第三个呢 风格 那么大家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用大胆地去尝试 各种颜色的色系 可以去搭配自己的衣服 试试 我说你这大老爷们呢 出国那么长时间了 连一个领带都不会搭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新加坡 是干什么的 我天天打着领带 去工地上干嘛 来来来来 我给你拿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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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服装公司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触 Lots 我用材账动 但是你现在呢 身份也不一样 董事长的成龙快序 公主的驸马爷 帮嘟 aaaa 每天提这些 没完没了 还真是那么回事 什么 爸爸 谁呀 丁飞 达大哥 我来就许诺上班 佳琳 你不用来接我了 公司我知道在哪儿 我自己坐个车就过去了 就几站路 没关系的 反正我就当顺道去看看我妈妈 你这是打的领带 还是细的红领巾啊 这佳琳就是佳琳啊 三下五串 咔咔一咔咔就这么了 弄好啊 我们走吧 行 穿衣衣衣衣衣衣 那徐哥 我们先走了啊 有人疼就是不一样啊 羡慕啊 羡慕的话 那就赶紧给我们找个嫂子去 好 来来来来 好 好 杏然 给我 你不是说拍风景的吗 干吗偷拍我呢 恶人先告状是不是啊 明明是你自己闯入我镜头的 当我是自拍神器对吧 谁对了 是谁是要来西山 怎么跑这儿来了 快说 什么语言 那个 昨天晚上太兴奋了 到四五点才睡着的 所以我就迟到了 而且这不是风景挺好的吗 这尘世风貌一览无遗是吧 行了 就你理由多 给 你这画的是什么呀 等一下 只能看 不许笑 好了 不笑 你分明再笑好吗 这是一种出自于内心的愉悦好吗 你看看画得多好呀 以后画得这么好的东西 就别藏着掖着了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自信啊 说 说真的 画得真的好吗 当然好了 虽然笔触有些淡麻 但是结构清晰明了 有空灵之美啊 真是太好了 我是看出来了 你出国这几天也没选什么设计啊 净学会怎么讨你孩子换心呢 哪儿啊 这全是出自肺腑之言好吗 虽然说真的啊 我真的不清楚 你身上还有多少能量 反正每次见到你 都有一种新的发现 和一种新的惊喜 好 因为画也耽误不少时间了 咱们出发吧 行啊 反正就在前面 走吧 走 反正我要开进去 你干吗自己在这儿下呀 我只不过是 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我还要老板的倾听送我上班 是不是也太重要了 你就这么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啊 不是这样的 嘉玲 我们俩不是说好了吗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我也希望 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挣钱 来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负责 如果你支持我的话 那我希望你理解我 好吗 好吧 我理解你的意思 那我上班线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 下班后我们一起吃饭庆祝啊 怎么样 上回出院我说要庆祝你就没同意 这回上班我说要庆祝你又不同意 你到底是讨厌热闹啊 还讨厌跟我一起吃饭啊 那我下班以后给你打电话 好 那我以后等你下班 我来接你 路上开车小心点啊 你慢点 拜拜 来 喝水 给 来 谢谢 来 谢谢 说真的 我觉得只有这个时候 心里面它特别的平静 好像风雨吹过 就能吹走所有的难受 所有的悲伤 其实我觉得只有过不去的事情 没有过不去的心情 我们人生中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但都是我们一厢情愿 如果改变一下你的想法 或许世界就会变得不同了 所以呢 我要感谢你 谢谢你来邀请我 不然也不可能收获得这么好的心情 你知道吗 有一些更美妙的东西 睁开眼睛是看不到的 只有闭上眼睛去聆听 才能听得到 真的吗 对啊 表白 试一下 世界这么大 竟然还能让我遇上 也不知道我是做了什么善事 记得什么德 才遇见这样 不知道在你心里我的出现 是否也是一次心动的相遇 我听到了 听到了 听到了 你听到了什么 这是属于我的秘密 如果你想听的话 就会避免你 我也听到了 我也听到了 你不介意我听到你的秘密吗 当然不介意啦 我们是好朋友啊 可以互相分享秘密 妈 你怎么在这儿 我送许诺上班啊 我刚才在气宣布看到她了 她已经好好的在上班了 大小姐 你可以回去了吧 我在这儿等她下班呢 你等她下班 难道你的生命里 除了许诺以外 就没有别的追求了吗 哪有你说的那样 我知道你们爱得死去活来 所以 你所有的要求我都答应了 可是至于这样吗 难道半天见不到她 你就会死吗 别忘了 你肚子里有一个孩子 我让你不上班 是想让你在家好好的安胎 不是让你到这儿来陪她的 好好好 我现在就回去安心养胎 把你的孙子养得白白胖胖的 这样总行了吧 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让阿姨给你炖了无鸡汤 中午全都喝了她 知道了吗 走了 你为了工作 真的能做到废情忘食啊 来 赶紧吃吧 别看了 没事 今天信息量太大了 五家店呢 我今天不做好的话 明天肯定全都忘了 我告诉你啊 我要是你老板 绝对给你加薪 你觉得 加多少钱比较合适啊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我还真不敢加薪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 这怎么说啊 还好啊你不是我老板 不过今天的调研工作 你真的做得非常认真 你知道吗 那些演员员都被你问傻了 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 因为我以前在服装店工作过嘛 所以呢我了解顾客的感受 原来都是经验之谈 嗯 那你今天逛了这么一大圈 有这么想法啊 嗯 我觉得呢 不光要重视美观和设计 还要注重舒适度和人性化 嗯 说得都挺不错的 但是废寝忘食这一点不太好啊 赶紧吃吧 一会儿就凉了 行啊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听来听去 还是那些经典的老哥比较好听 是啊 我也喜欢听到老哥 哎 等一下吃饭前 陪我去一趟司机摆货去点东西啊 哦 那个 你还是好好开车吧 安全第一 我肚子有点疼 我上厕所去啊 嗯 慶紧 忙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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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林 你不是说去取东西吗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 好 问一下 你好 刚才坐在这儿的小姐去哪儿了 她好像往那边方向去了 好 谢谢 好 佳文 真的很抱歉 刚才五点及时离开了 我很好 谢谢你的关心 明天公司见 买单 买单 到了 进门前先把眼睛闭上 为什么 让你闭上你就闭上吧 可以了吧 不许偷看哦 放心吧 走 你又搞什么花样了 佳琳 你又耍什么花样啊 你现在可以睁开眼了 真的吗 嗯 真的 怎么样 喜欢吗 这家酒店的西餐很有名的 我点了你那爱吃的牛排 教练 你这么做 太隆重了一点 这怎么会是隆重呢 对于我们两个即将开始的幸福来说 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开端 我们吃饭吗 来 来 为了你的康复 还有你的新工作 还有我们即将开始的美好未来 干杯 怎么了 连跟我举个杯 都这么难吗 不是了 佳琳 是因为你现在怀孕 喝酒的话 对你自己 还有对孩子都不是很好 要不然咱们 改喝水吧 没关系的 我问过副科医生了 他说少量的喝一点酒 还能促进醒悦循环呢 就喝一点 那只喝一点 嗯 欢迎光临麦莎 请问一下杨欣雷在吗 好的 欣雷姐 有人找你 好 大姐 现在这么精神啊 怎么样 工作开心吗 开心 特别充实 你们这个应该是轮休吧 辛不辛苦啊 有的时候客人多了会有点辛苦 忙到挺晚的 不过 也有客人少的时候 大姐 大姐 你说你这么忙 怎么去接卡卡啊 姐夫吗 妈妈妈住的小区 有个小孩跟卡卡一个班 她妈妈去接的时候 就趁着一起接回来 交给奶奶了 嗯 挺好的 特别方便 又不用麻烦你们 哎 大姐 你说你突然这么忙起来了 姐夫 他这不支持你啊 大姐 你怎么了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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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别吓我啊 你怎么了 啊 我跟你姐夫 已经分居了 你 你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啊 姐夫他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的心都已经死了 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已经都不重要了 大姐 但是你们只是分居而已啊 又没有决裂 大姐 应该还可以挽回的吧 谁知道呢 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就像一张纸 一旦同破了 就很难再复原 就算我们到最后能挽回婚姻 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 所以 这就是你 要开始工作原因吗 可以说是吧 一定会都在考エヴende 如果希望我们去 move 让你不想不要 你 Idea 我讲一句 我告诉你 你自己的创意 要继续 我还是要为这类传细 都是好 真的吗 我现在就去到佳 姐 你变了 我经历了这么多 不变能行吗 然然 姐姐劝你一句 永远不会背叛你的 只有你的事业和你自己 要试着依靠你的事业 不要再陷在过去里了 好吗 跟大姐的痛相比 我的痛又算什么呢 你放心 大姐 我会好好努力的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对了 今天来找我什么事啊 没什么 这不是想你了吗 想跟你聊聊天 我觉得跟你聊完之后 特别温暖 马上就有力量了 以后想来就来看我好吗 嗯 现在大姐也需要你给我力量 放心吧 你干吗呢 我看着太乱了 把它收拾一下 这里是酒店 会有人来收的 没事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嘛 你看你吃的到处都是 谢谢啊 我自己来 我们听你音乐吧 好 好 Rust Dior 嗯 这首歌叫 Sometimes will it touch 你还记得大学那一伙 篮球比赛得了冠军 然后大家在球场上庆祝的那一支吗 有吗 是 这么久我们肯定忘了 可是我还记得 因为那一次我们一起跳了一个舞 而且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 是吗 我们再跳一次好不好 教练 我不会跳舞 不好意思啊 我跟你说过了 我真的不会跳舞的 什么 没关系 那个时候 你也是这样踩到我一脚 真的啊 佳琳要不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俩坐着听听音乐 也挺好的 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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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容易又出现 这一次不要离开我了好吗 佳琳 你听我说 今天晚上 我属英里 好吗 佳琳 佳琳真的不能这样 走 佳琳 这 对不起 这样真的不行 对不起 我已经伤害过你一次了 我不能再一次伤害你 而且你想想 你现在还怀着孕 这样对你生理不好 对孩子也不好 我想我说的 你应该是懂的 是啊 我已经怀疑了 我已经怀疑了 这样对孩子不好 你你你你先坐点歇会儿 我去给你洗把毛巾给你擦擦脸 你也幸福多了 姐 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宴会结束 请务必联系 幸福不来你痛苦 来了又有新麻烦 你想怎么办啊 矛盾的小女人 等着我消息吧 小姐 可以请您喝一杯吗 好啊 先生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是吗 我觉得你很面熟 这个开场白听起来有点耳熟 可这应该是我的对白吧 您不要误会了 我是真的觉得你很面熟 不过人生中 总有几个人感觉似曾相识 不是吗 是 来 为了我们的似曾相识 小雪 明伟 高先生 你们认识 是 当然认识了 不是 是我男朋友啊 他怎么可能是你男朋友呢 不可以吗 小雪 你出来一下 行 那你慢走啊 嗯 那我们下次见 不好意思啊 吃配一下 好 男朋友 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刚才那个人 是你老婆的前男友吧 是 就是他 你刚才的表现 是见不到我和他在一起呢 还是见不到他这个人啊 这有什么不一样吧 这当然不一样了 你为我吃醋 和你为你老婆吃醋 这能一样吗 我从你的眼神看得出来 你当他是情敌 当他是害你们俩分居的罪魁祸首 所以你才会愤怒 可是你的窘迫里 不光有愤怒 还有不安 你好像知道我所有的想法一样 我只需要知道你最重要的想法就够了 说到底 你还是忘不了他 对吧 你想多了 你知道吗 今天的酒会 我本来不想来 但我知道你在 所以我才过来 我来有两个目的 第一 当然是因为我想你 第二 我是来要我的东西的 来要我 一直都在像你要的那个东西 我不是已经跟他分居了吗 我要的是法律意义上的离婚 我要是个人的 我自己就去办公室 等等 等一下 crisis 建筑吧 现在是一些大事的 这是一个一个男人 的 现在是一个男人的 她的女人的 是一种人的 我没见过你 是吗 不好意思 那天碰到你们 就伸手拍了下来 没想到在这儿 又碰到你了 小姐 恕我直言 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杨兴蕾已经和他老公分居了 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是吗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我在他心目中 连个过去事都不是 我什么都不是 他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什么 他对你无心 但我看得出来 你对他还是旧情难忘啊 你也许还不知道 他们俩分居的导火索 正是你 是我 这根本不可能 可这就是事实啊 实话告诉你吧 杨兴蕾的老公 早就和我在一起了 而杨兴蕾 也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他们俩的婚姻 早就名存实亡了 所以离婚 是迟早的事 不过 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 因为我是女人啊 所有的女人都渴望爱情 我也希望全天下的有情人 都能终成眷属 就像我和明伟一样 我觉得你应该回去找他 祝福你 杨小姐啊 你的按摩手法 我这是太喜欢了 到底是中阴学校毕业的 就是不一样呢 你喜欢就好 真的每次我做完啊 我就觉得整个人 都变得神清气爽了 感觉特别不一样 我那些小姐妹都说了呀 以后啊 就在你们这里蹲点了呢 感谢对我们 卖筛斯巴的支持 我们老板娘一定特别高兴 那今天就这样 我先走了 对了 注意饮食要清淡一点 睡前最要喝杯牛奶 别太劳累了 你还真贴心 好 那我走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喂 新磊 是我 旭磊你好 找我有事吗 我想问你 这两天有空吗 我想跟你聊一聊 明天可以吗 正好我有东西要给你 可以啊 那我明天上午再打给你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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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众 罗你 这构图 你看这色彩 都有世界冲击力啊 是啊 之前我们拿去展销会上用 好多人都说不错呢 听说这是董事长的 千金签进来的高手 年纪轻轻就锋芒毕露 有前途啊 对 这个送给市场部 给一组小刘 谢了啊 没问题 许诺 文件打印好了吗 马上 那你先去忙吧 一会儿我打印完了以后 给你送过去 行 老佳 中午去趟设计中心 交给马主任 好 设计中心在哪儿 忘了你是新来的 就是我们大楼出去左拐 走两个街口再左拐 那栋小洋楼 就是我们集团的设计中心 很好找的 马主任在四楼 没问题 四楼的马主任 谢了啊 没事 佳文 许诺 真的是你啊 佳文 你 你怎么在这儿 而且干这些粗活啊 嘘 怎么了 我在这儿积攒威服体验生活呢 你别跟我说漏了 原来是这样 看来你还真有心思 也为难你了 还有什么为难的 我觉得特别好玩 真的非常好玩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给同事送一份材料 给那个马主任 我知道了 他们也不知道你的身份 对吧 我能有什么身份啊 我的身份就是公司的一个职员而已 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 我也乐意这么做 我告诉你啊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马上就要当爹的人了 万一把你身体累坏了 那我妹妹这下班 没得幸福谁负责呀 是不是 有时间不早了 我得去开会了 行行行行 你忙你的 要不要我帮你啊 没事 这才多重啊 你看你看你看 来来来 我帮你 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啊 真是 去吧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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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还有你的箱子 谢谢 你再尝尝这个 非常好吃的 这家很有特色的 谢谢 不用再给我夹了 怎么 不合胃口 不是 我不饿 不合胃口 欣蕾啊 咱们从上次见面到现在 也没过去几天 可你整个人瘦了不少 而且精神状态也不好 没有啊 我挺好的 是不是有什么难事 如果有什么为难的 可以跟我说说 不是 我只是最近有点累 之前一直舒坦坦 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现在突然工作 所以不太适应 欣蕾 其实我今天约你呢 是想跟你求证一件事情 听说 你跟你丈夫分居了 是真的吗 是静茹告诉你的 不是 生意圈其实很小的 就在前几天一个商务酒会上 我碰到你丈夫 还有 你丈夫那个女朋友 是那个女的说的 什么女朋友啊 一定是你搞错了吧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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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过来人 我能看出你们这夫妻关系 这根本就 我们夫妻关系挺好的 是你误会了 好了 少喝点吧 我记得你以前一沾酒就醉 别伤了身体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人是会变的 可我没有变 我对你的爱也没有变 欣蕾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你丈夫分居 是不是跟我有关 你想多了吧 你想多了吧 好 就算我想多了 那我今天想问你一句 你现在既然已经是一个人了 那 我还有机会吗 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不 我想说 这些话憋在我心里 已经好多年了 当年分手后 我曾努力让自己忘记你 甚至 让自己去祝福你 我也以为我已经忘了你 可自从我们那次再度相逢 我才知道 我根本没有忘记你 根本没有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 那些 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心里 我之前 怕影响到你的生活 所以才选择了沉默 但现在你 现在你丈夫抛弃了你 而选择了其他的女人 那你为什么不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呢 我曾经许下诺言 心里 要牵着你的手 一起从老公 老婆 变成老公公 老婆婆 之前由于种种原因 我们不得不放手 但现在 我想继续把这些路走完 没有回头路的 那是我们年轻 我们相爱 我们海誓山盟的 要约好一辈子 可最后 你放弃了我 从那一刻起 我们就不可能再有交集了 所以我想补偿你 我想把我们失去的那些年 都找回来 不可能了 失去的就是失去了 不可能再找回来了 是 就算找不回来了 但我现在有能力补偿你 补偿吗 拿什么补偿 拿钱吗 对了 对了 你送给我的包 还给你 不是 心 心雷你误会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的礼物我不能收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虽然我现在 连自己这个什么状态 都搞不清楚 可是我至少明白一件事 我们之间不可能再继续了 我们之间不可能再继续了 你爱的是回忆中的我 不用跟我提什么赔偿 我根本不需要 欣蕾啊 我知道你难受 有委屈 有埋怨 你觉得命运不公 但只要你愿意 在我面前 你想怎么发泄 就怎么发泄 真的 发泄 发泄能改变什么 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我的爱 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这个家里 可是我却硬生生地 把我丈夫推给了 另外一个女人 我到现在才知道 所爱非人 是多么地有心无力 和语哭无泪 所以我不想再爱了 也不敢再爱了 而且我杨辛磊 连怎么爱自己都不知道 我活得真是太失败了 辛磊 你不要这样 真的 你不要这么悲观 我会为你心痛的 对不起 我要走了 我儿子还在等我呢 辛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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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多了 我们缓口气再走 好吗 我没事 你不用扶我 我没事 行 那 那我送你 慢点 慢点 我儿子 我儿子 我 你 你醒了 徐磊 你干什么 不是 不是 醒雷 我真的爱你 真的 真的 你 醒雷 醒雷 你干什么 你 你混蛋 不是 醒雷 我不想看到你这样 我真的很难过 真的 你放开我 不是 你 醒雷 不是 醒雷啊 醒雷 你别误会 醒雷 来 给 准妈妈 产检报告好好预习一下 不懂的 三叔查一查 好可爱呀 我要是能造出个小孩来该多好啊 谁让你自己肚子不争气呢 我把剧本都给你写好了 照着眼你都能够好 别提了 凉宵变久 全是丢死人了 你说许诺该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 我都害怕以后万一跟他结婚 离那个就 你呀 这就是报应 是以前吧 你把别的男人弄得死去活来的 现在啊 这许诺就是老天派下来惩罚你的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话我 赶紧帮我想办法吧 这条路也不行那条路也不行的 再下去我就该露线了 事到如今 就只有一个方法 你听好了 整改方案如下 第一 你必须得说服许诺 和你把结婚证领的 因为你这肚子不得人 许诺她这么善良一定会答应的 第二 这结婚的事情一定 我们再上演一出流产的戏码 万事大吉 这能行通吗 还有别的方法吗 不行也得行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目前我是造不出这个小小孩了 今天的新作孕成说 你今天出事顺利 赶紧回家好好整理整理吧 正好许诺来我家吃饭今天晚上 我妈找了个大师 帮我们俩算了一个好日子 我估计她今天晚上就会宣布 喂 没事 你说 真的 更够近吧 行 那你发我手机上吧 好 什么事情啊 深深眯眯的 又有新动作了 是吗 你看着吧 我现在又掌握了最新的情报 这一次高美伟和她的老婆 真的要再见了 行啊你 亮叔啥手点啊 我也没办法呀 为了我的幸福 我也是被逼的 你被逼 我看都是你逼别人好吧 好 不好意思 弄醒您了 没事没事 我都睡着了 我身体吧挺敏感的 你今天帮我弄得真是舒服啊 人在疲劳时 反而不容易放松 我先给你做了全面调理 后面再做针对性治疗 好好 一切都听你的 平时那些理疗是哦 就是给我推销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 没一个靠谱的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好啊 喂 我正在忙 长话短说吧 杨新来 这么快就跟我摆谱啊 就一句话 一个小时后家里见 我有事要找你 你这么急接我回来什么事啊 装 你在装啊 怎么了 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 这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哦 这完全是个误会 杨新来 我太想看你了 早知道你要跟情人约会 我就跟你腾地方 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直接就把他领了回来 你不要血口喷人 这张照片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弄到的 但我杨新来不像你 人后干见不得人的事情 人家还能振振有词 证据放在面前 你还跟我凶 行了行了 我不想跟你多费口舌了 本来我还在想 对于这个家 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们多给彼此一个机会 现在看来 是没有这个必要了 签字吧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操控 离婚这事你早有预谋吧 现在终于被你逮到理由了 你满意了 高明伟 我现在就明明确确地告诉你 这个婚我是不会离的 不要维护我的尊严和清白 杨新雷 你以为我今天是跟你在开玩笑吗 我不是来跟你协商的 我是来通知你的 这个婚我离定了 签字 你不要冲我大喉大叫 你们有这个资格 我告诉你 还有你的那个女朋友 你们越是算计我 我越不会生虚你们 站住 站住 家琳 你不是吧 看这么老土的书 你真准备转型啊 那当然 现在孩子呢 就是我们的希望 也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源泉 你说是吧 许诺 你也没死 鸡皮疙瘩跳一地 从化验报告上来看 基本是正常的 不过孕妇的体质会变难 医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代吧 医生说 多让我注意营养 还有保持好的心情 所以你们两个 别惹我生气啊 来 土匪啊你姐 走 怎么了 好 我不吃了 吃了 吃了 那个嘉琳啊 你以后有什么想吃的 你就跟我说 那我给你做 那我做不了点 就出去给你买 好好好 许诺啊 跟我年轻是一样 知道疼老婆 老婆 用这点疼啊 别给疼坏了 奇怪我怀你哥哥的时候 吐得乱七八糟的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医生说那个孕吐一人而已 我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有点不太舒服 但吃一点酸的就好了 尤其是这个 特别管用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在婚礼上难堪 我在香港给你们请了一个大师 算了一下你们的八字 真的吗 有没有算出 我们两个是天空最合的 美满良远啊 妈 说正题吧 婚礼到底什么时候办啊 我这太忙了 回到预约档期的啊 这样吧 下个月的十五号去登记 婚礼呢可能会仓促一点 在月底的二十八号吧 那么晚啊 许诺的身体都已经复原了 早一点也无仿的 是吧 许诺 你们的心情爸妈能够理解 但是爸妈的心情 你也要照顾啊 嫁女儿没那么容易的 我虽然呢就不信迷信 那是以前 但事关我女儿的幸福 我也就姑且心其有了 这位高大师很准的 我在香港的时候 就听过他的传闻 没事的 那个伯父伯母 那个都听你们的 我 我不急 对了 妈 我一个朋友啊 开了一个高端的 这个婚礼策划公司 说是客户 无论有什么可可的要求 人家都办到了 特别厉害 真的假的 妈啊 我也要一种浪漫 到全场都花花掉眼泪的婚礼 少来了 你自己的幸福 为什么非要 让外人感动呢 如果想让他们感动 让他们自己看秀去嘛 不过呢婚姻不是个儿戏 这样吧 我让秘书去找你的朋友 去联系一下 让他好好地安排一下 你呢 怀孕前三个月非常重要 你不要跟我东跑系跑的 什么也别管了 你只需要 做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就是 嗯 知道了嘛 还是麻醉疼我 让你复印的市场报告 怎么有好几页都是重复的 不知道我要拿的这个 跟上头开会的吗 嗯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马上给你重新复印一份 还有下回 你想看着我出丑吗 不是不是 不好意思啊 下次不会了 算了算了 注意点 新来的同事嘛 不适应工作 难免出错 用了这份旗舰送给设计中心 麻烦送一下吧 哦好 你先去送东西吧 这个回头重新复印 记得还要存到 好好好 那我先放在这儿 我一会儿回来以后再去复印请忙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你帮他说话干嘛呀 这个人整天心不在焉 脑子一点都不活本 不知道他什么来录 暂时注意点吧 暂时注意点吧 不要太过分了 喂 许诺 手机 喂 嗯 许诺她去设计中心交资料了 手机没带 喂 喂 谁啊这么过分 谢谢都没就挂了 我说总裁大人 为什么老让我们家许诺地干一些跑腿的活啊 我都干不下去了 跑腿也是一种磨练你知道吗 累不死人的 我让你来是来拿划策的 不是让你来谈情说爱的 以后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行为举止 不要让人说三道四的 影响了许诺 这本是我从刚刚收过来的 婚纱公司的婚纱 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们再找一个设计师重新设计 我觉得款式好一般啊 跟外面小店的没什么差别 我不是很喜欢 我正在调整公司的 设计师准备进一批新人 推出新一批的产品 真的啊 那我现在就去公司看一下 说不定还能碰上一点 适合婚纱的设计 然后再去看一下丁家文小朋友 老叔忙忙忙也不知道在忙什么的 也千万不要去看丁家文 为什么 他这次回来以后突然之间上镜了很多 甚至说他隐姓埋名 从基层做起 我们要支持他不要去打搅他 行吗 许诺也不能打扰 丁家文也不能打扰 就我的情绪可以影响到呗 您就是偏心 哥说什么都是圣旨 我大个肚子还说不到半年六百 行了行了 你想去哪儿转又去吧 正好去看看婚纱的灵感 行吗 但是最好不要去找他 好 看在你平时这么疼我的份上 我就听你一回 中午我们一起吃饭 我得看着你 要不然的话 你又去买汉堡 冰激凌之类的垃圾食品 知道了 妈 这次会议就到这里吧 好吧 有什么问题大家再留下讨论一下 欣然你帮我把这些资料 先送入库里去 好吗 谢谢 还有那个 小李 你们那个设计蛮好的 但是我觉得还有些细节方面 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些 好吗 随后你们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我们把那个再分析分析 好吧 欣然你认识吗 不好意思 那行 那等会儿一起吃个饭吧 好 谢谢你 好 等会儿见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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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事 发生什么事了 许诺 叫完 那什么 那许诺是总公司的同事 我不是去过几次总公司送资料吗 所以可他有一面之缘 对吧许诺 对 就见过几次 你怎么样了 受没受伤啊 我没事 我就是把东西弄倒了 你下回搬东西一定要叫我知道吗 万一受伤怎么办呀 你怎么来了 我 我过来送个资料 你们已经认识了吗 他叫杨兴然 是那个我们设计中心的同事 是 和我一个组的 你好 许诺 你好 那我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啊 好不容易大家都碰到一块 要不然一起出去吃个午饭 我跟同事约好了 你们慢慢聊吧 我先走了 好吧 我先走了 要不然咱俩去餐厅吃饭呗 设计中心的饭要比总部强多了 那个我我就不去了吧 我送完资料以后 公司那边还有事情等着我 中午休没有人 一会儿我陪你去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 大小姐 好久不见 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啊 是啊 好久不见 我最近有点忙 看你春风满面的一定有什么好事 哪能有什么好事啊 我顺便路过 所以进来看一下 听说下一季有重大设计啊 是啊 这次啊 可是总裁亲自指示的 让我们不要拘泥于外面的一些流行趋势 要有一些创新 我们最近啊 近了一批新人 水准都还挺不错的 等发布会的时候 可欢迎你过来莉玲指导啊 那就别等发布会了 正好我今天有空 带我去看一下吧 好呀 你大小姐都来了 我还有什么事放不下呀 走 我带你去工作室 这些都是下一季的效果图吗 是的 这一张还有点意思啊 款式很不错 也就是颜色上好像有点冲突 这一张鱼尾的设计很不错 很新颖 很有创造力 丁小姐 您可真有眼光 这件作品呢 在我们内部也是投票率最高的 对 是吗 设计师是谁啊 我想见一下 好呀 他是一位新来的设计师 我这就去帮您叫他 杨欣然 你过来一下 杨欣然 这是林总裁的千金丁佳麟小姐 刚才还正在夸你作品呢 新来的姿态都已经这么高了 竟然都不会说声打招呼吗 莉莉 你可要好好管教管教他了 这杨然还愣着干嘛呀 丁小姐 不好意思 我刚刚在想别的事情 所以恍神了 莉莉姐对我们挺好的 也常常帮助我们 我问你了吗 丁小姐 今天啊 杨然受了点小伤 可能身体不太舒服 这正准备去医院看医生呢 要不这样 他作品方面的问题 你直接跟我说吧 那 谢谢莉莉姐 丁小姐 我先走了 要不这样丁小姐 我们继续看其他的作品吧 不用了 杨欣然 你给我站住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知不知道这是我家的公司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丁小姐 我只知道这里是B&C 不知道是你们家的公司 我也是通过正常面试进来的 我没有任何的企图 我只想好好做设计 你还说你没有企图 鬼才相信呢 我问你 你见过许诺没有 我明白了 你该不会痴心妄想 还想跟许诺和好 所以才到这里来的 不好意思 这里是公司 现在是上班时间 对于私人的事情 我也不可奉告 我先走了 我告诉你 这是我家的公司 我想留你就留你 我想开了你 立马可以让你走人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 本小姐要你下一秒钟就给我滚蛋 好 就算是你们家的公司 但是你对一个员工呼之舍来 挥之舍去 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吧 你什么意思啊 这么大的一家公司 如果所有的管理方式 都像你这样肖章跋扈的话 恐怕也走不到今天吧 没错 我是一个小员工 但是按照劳动法 你要解雇我 也要有理由 你现在连几拼书都没有 怎么让我走人 你凭什么跟我这么说话 这是我的地盘 我不管这是谁的地盘 对我来说 就是工作场所 我不想把私的恩怨扯进来 不好意思 请你让开 嘉琳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怎么在这儿 应该是我问你吧 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电话 你都不接 原来你在这儿躲着呢 没有 我是来这边送点东西 现在正准备回去呢 那你跟我一块回去吧 去哪儿呀 你的这位老秦人都还在这儿呢 去哪儿 欣然 你的手没事吧 放开 你们两个到现在还在纠缠不起 许诺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对不起 嘉琳 这里是公司不是家里 有什么事情回到家里再说行不行 我管你 这是我家的公司 我想什么招都行 我今天高高兴兴地来这儿挑婚纱 竟然碰见你们两个在这儿重温旧梦 许诺 你要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你就直说 你不要反反复复地折磨我行吗 你不要散道了行不行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我不要这个孩子了 你每天让我这么提心挑战 你那时候不是折磨我吗 你跟他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为什么还要在这儿见面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好啊 既然你都这么不在意这个孩子 那我现在就去医院把他拿掉 你又来自己的休息 你说完了吗 你说完了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你有什么好说的 如果我是跑到这儿来找欣然的 那么我刚刚看到你和欣然在一起 我又为什么要出现在你们两面前 好 我可以相信你没有骗我 可我不相信她杨兴然一点企图都没有 为了我们婚礼能够正常地继续下去 又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她杨兴然必须离开公司 集团